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似乎对张子怡的专业能力很有质疑 我祝他成功吧 因为这个很难做 因为你也带出了一个冠军嘛 你觉得 他带不出来冠军 这很难评 这东西就是唱歌的技术 隔行如隔山 这是我对他的劝告 那你觉得他在这比赛里主要发挥什么作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找他是什么作用呢 可能是他是起到一个在造型上起到一个作用 面对歌坛大姐大的质疑 张子怡显然并不以为然 更在采访中表达了对该节目的信心 我准备今天晚上跟娜英姐取取经 有没有当评委的话有没有特别紧张 没有 我觉得这是第一次我不用去扮演任何人 我就是去用心去体会和感受他们的歌曲就好 不是从哪方面来 继王菲献唱赵薇的新作制青春的主题曲后 有关其将加盟新一季的中国好声音的传闻也是不绝于耳 现场纳英也是直接确认了好友王菲将在中途加盟好声音的说法 他不会过来 现在不会过来 对对对 现在不会 开始之后会是吗 是的